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拿托 再講講HOME CAPITAL GROUP的後續 現在HOME CAPITAL GROUP被人打個廢爐 想賣盤 但沒有人買他的陰工 雖然他跌到價格很低 而且不少分析員覺得實際上價格很低 就算是在2017年因為他借應急錢 就消失了他的收入 甚至2018年上半年也沒有了 但這間公司的斷租都值25元 但現在是7元多 就算是一半價,12元也是划算的 現在仍然不確定 現在仍然有人不斷購入他的收入 這也要說是因為他本身是一間高息的存款 而高息存款之中有不少的部分 其實是一些大戶 他們一走便可以走到10-8元甚至20元 這就是為何他這麼快 提出這麼厲害的原因 至於他會不會去其他銀行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一個話題 如果大家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你會看到實際上是一個蝴蝶效應 基本上一件無關同樣的事 被人説到一個地步 是這個樓市會不會爆發呢 就賺錢 然後又再被人説到它是否等於雷曼呢 我都解釋了所有事情 你會看到市場的非理性油 不斷購入房子也好 去到現在這間公司是賜案 我就覺得樓市爆 就是雷曼那些情況 這些全部都不理解 但都發生了 而且變成了事實 就是這間公司被人打過廢路了 接下來有一個相對影響每一間銀行 而又可能被人當成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個會計制度的轉變 IFRS Line 這個制度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現在我們知道我們的斷供率 就是銀行 他看到有些人一個月或者三個月 他都供不起那間職業 或者是他的貸款卡數 於是他首先要發警告訊 然後他覺得這個人都還未付錢 於是他就把它撥為壞帳 撥為壞帳也有兩個步驟 第一步就是所有的利息 撥為壞帳 第二步就是你發現也不行 於是就把這幾個月的本金都撥為壞帳 即是他沒有交到那些 然後最後發覺這個人真的還不起錢 於是就把全筆的借貸都撥為壞帳 這是現在的過程 但新的IFRS 9 所以銀行接下來就要去接種 他就說不行 你不可以用actual來計算 你用estimate 假如我覺得 好像毛澤東說 有5%人是壞分子 你不可以把他拘捕 這樣 假如你的歷史上有0.5%是壞帳的 麻煩你把他現在撥鼻 即是你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個人是否斷工 總之就是0.5% 然後你根據credit weighting 你再研究究竟那些人 有沒有potential會壞帳 於是你又再撥鼻 假如他一個月之後 他真的高不起的時候 那你就已經開始要 即是他將那個process 再accelerate 除了assimate之外 就是盡快去做一個大的撥鼻 如果你真的看到他兩個多月都已經是 那就是significantly potential 於是你將整筆數都撥鼻 而撥鼻之後 他要回頭真的有錢工的時候 你也要有多些indicator 你才能夠說 我release那個撥鼻 當然銀行一直以來 都有一些process 令到他不成為一個斷工 你可以說叫做數 也可以說是防範依未然 就是當他未正式斷工的時候 未過了那條死線的時候 就已經打電話給他 就說你是不是真的欠錢 你快點還給他 他也不想有舊壞帳 又或者過了幾多月之後 到他真的要大不活躲鼻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 不如跟你做一個restructure 延長你的貸款期 或者用一個現在低點息 將來高點息的情況 你一轉換了或者知道了他的情況 你就可以不需要撥鼻 但是因為這個新的Wu 就算你要去跟別人商量 這個process會變得更加困難 有人分析 現在銀行的斷工率 是大約是0.5%至0.8%左右 將來就因為這條Wu就會重複 而且譬如有些歐洲銀行 如果銀行都會跟進入IFRS9 如果銀行都會跟進入IFRS9 因為他本身已經糟糕了 情況就更加糟糕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這樣看一條數 雖然銀行一定會寫清 他因為轉帳帳戶 但你看到大眾 他根本上是不在乎 再加上新聞消息報道 分析員有一些都是比較 嘩眾取寵 他就會說 你看看銀行的壞帳又升了 一定是樓市爆破 那些古靈正怪的東西 所有人就相信了 接著就拋掉了 再加上他真的影響利益 所以我相信 這個可能又會成為另一個蝴蝶效應 以及自製的基石 這個值得我們去注意和小心 我一直都不喜歡 IFRS某些的壞帳戶 就是他每次都要說 我要去適切 我要所有東西都是 Mark to Market 即是反映現況 但有很多時候反映現況 只會指向一個更糟糕的情況 這個我們可以說是雷曼翻版 或者是金融海嘯翻版 其中一個交易者 不是貪心 而是會計劃的轉變 當時大部分公司都適應了 IFRS 尤其是歐洲的公司和加拿大 最後的結果就是 所有的資料都要重新估值 之後就在P&L上反映出來 於是我那些資料跌價的時候 我便一定要反映出來 那我加了一盤數就虧本 那一盤數虧本的時候 就資不抵債 於是我就要賣我的資料 但賣資料的時候 又令到價格跌得更善 然後又再反映在P&L上 然後又再反映 基本上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這個計劃的位置 亦都會是一個惡性循環 但這個情況 就視乎那時候斷供的嚴重性 因為你的計劃 首先一開始計劃 就是基於市場 如果市場都是 從0.8%到1.2% 那你就要從1.2%開始計劃 然後你再加上 你自己本身實際的團工 然後到下一季的時候 你又再反映的時候 又高於1.2% 那你就不斷地低下 那當然現在業界 希望有一次的痛楚之後 慢慢可能會高一點 然後希望在1.2%開始計劃 那這就視乎 究竟是否有所發生 如果有所發生 那你可能是不會有所發生 那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